走遍中华大地探寻历史古迹 大家好 我是人什么远 这期去看一看长青唯一的西长城风火台 那么咱们出发 这里就是104国道 所以说大车也是非常的多 然后它也没有那种专门人行的道 所以说咱们就要在这个呼啸而过的货车旁边行走 也是非常的紧张 这样咱就找到这个风火台了 我的背后是104国道 所以说大车非常多 在咱的正前方就是长青唯一的一座风火台遗址 在这里也有一户人家 这个房子比较大 在这边能看到一点点露着的脚 它整个风火台其实都被房子挡住了 我从这开着车走了好几圈 我就没注意到这里有个风火台 这样咱再往前走一走 这个风火台它是属于春秋时期 西长城的风火台 也是长青唯一一座西长城保留下来的风火台 这个风火台它的学名叫风碎 为什么叫风碎呢 春秋时期白天点烟叫风 晚上点烟叫碎 所以它叫风碎 到了唐朝反过来了 白天点烟叫碎 晚上点烟叫风 提到了长城 可能大家首先想起来的是巴达岭长城 或者是嘉玉关 它是属于秦长城 秦长城是最出名的 但是汉朝它也在修 因为它兵营西域 然后它就护送这个丝组的道路 也是在修 历朝历代都在修长城 这个长城 可是中国人伟大发明之一 峻原生豪 风猴相连 就构成了最完备的早期防御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都要去修长城 这个风火台遗址 位于万德镇 万德南村非常难 104国道的旁边 但是你要是从104跑得太快的话 根本就看不出来 因为被房子已经挡住了 现在高是20米 长是31米 宽是16米 燃火点基台高是4米 宽是8米 这周围还有散存地面的灰陶 黑陶器的碎片 这个风火台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 这里就能近距离的观看这个风火台了 也能看出来它这就是夯土的 这个齐长城的修建 它就是遇到土地 它就用夯土来建 遇到山就地取菜 它就用石头来建 大家可能也知道 孟姜女枯长城 忠永千秋 享起良 颓城悲痛亦非常 至今齐国成风俗 离腹哀哀学梦江 针线揪揪五成兵 行如熊虎立千军 谁知献阵 捐躯者 却是单车殉一人 这里简单的讲一个小故事 叫孟姜女枯长城 大家可能也听过 大家听的版本 大部分应该都是秦长城被枯倒了 其实孟姜女枯的是齐长城 因为春秋时期有一个勇士 叫启良 他跟着齐庄公就去攻打举国了 不慎就死亡了 启良的妻子就叫孟姜 也就是我们说的孟姜女 死亡之后就埋葬在了城外 孟姜女就露宿了三天 每天都哭 呼声非常大 整个棋地地动山摇 所以说也就能证明 孟姜女非常善哭 后来发展着发展着发展着 就变成了啥 变成了秦朝 有一个叫范启良的 他被征集去修长城去了 然后就累死了 累死之后 这个孟姜女她不知道 她就拿着冬天的衣服 就给她丈夫去送了 然后到了之后 一听说她丈夫死了 就哭了 一哭就把秦长城哭倒了 这个 它是属于后来 慢慢对于这个故事的一种演化 修筑长城是历代封建王朝 各种劳逸中最残酷的 从春秋一直到明朝 近两千年漫长的岁月中 长城屡修屡补 强征无数名夫 也就是说 可能孟姜女 喜良 是劳动人民在承受 无限度的劳逸中 塑造出来的两个典型人物 集中表现了千百万下层百姓 被劳逸逼的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的灾难 文天祥就曾在孟姜女塑像旁 就写下了迎联 秦皇安在宅 万里长城住院江女未亡也 千秋片石明珍 晒了这一会儿 这手臂就给晒红了 这边这个手臂也是 都是晒晒红了 看来今天这个太阳 也是非常的狠毒 好了 长城唯一齐长城的风火台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哥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